12月10日至11日2019南南人權論壇在北京舉行 10日下午四場分論壇同時舉行 各國政要、專家、學者就中國的人權發展進行熱烈討論 不少外賓指出 近年來中國與各個國家建立了良好的關係 為全球人權事業發展做出積極貢獻 武遺場核易臉香港提升所在設計的影響 現場 hydrogen車操作 broadcast 鏡像飾克業規劑 ber這類舉行委會 當你問成反兄 真正地暴聲是給予政府法智能 quel從 ở en誰不用改革 是給予政府社會 但沒有一個有助者 開導方式無助而直接 能力採取回開剖 後 Biology 中国有很大的发展,不过在 infrastruktur上,但在其他地方也有很多 最大的影响是政府的行动 为利用的利益 像是製造的服务公司 然后,肥败的医生 工作的剧 教育 教育 这些地方 所以,我相信,这会继续 德姆·萨拉丁·穆罕默德还指出,一带一路倡议地提出,对全球人权发展做出很大贡献,他有力提升了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帮助有关国家大规模消除贫困,促进了文化交流。 和其他国家的交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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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其他国家的交流。 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跨文化人权研究中心研究员维维安告诉记者,这是他第二次来到中国,南南人权合作论坛提供了一个交流平台, 他可以与来自不同大学的专家学者及各个领域的专业人士探讨关于人权的跨文化观点,这让他非常高兴。 我们的目标是在这种地区的研究学习,让人们开始理解,什么是人权的自由,这是我们的一种事情,是帮助人权的自由。 我认为中国在这些时刻的一件事,是建议开议道德兰的, 新闻在世界上以专业,他们可以在这一边人人召喚开会讨划, 专专业的重点,专业的关系 selon 专业的观点。 中国在这方面专业的文化观点。 我们议证明,中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